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地方存在安全隐患 比如说燃气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操作不慎 会造成燃气泄漏从而引发严重的后果 那在日常的生活中使用燃气时 我们大家都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你先来看 燃气的胶管都有使用寿命 特别是普通胶管用18个月要进行检查 在使用瓶装液化器时胶管的长度不要超过2米 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 凡是与使用燃气有关的空间 一定要与卧室休息间有所隔离 且必须要具备通风条件 闻到燃气的臭味 一定要先打开窗户检查燃气灶 燃气阀门是否关闭 在专业人员赶到前 千万不要在室内逗留 不要开灯和关灯 更不能使用明火 燃气灶上不要贴塑料膜 燃气灶周围不要放置油瓶酒瓶调料瓶等厨房常用物 更不要摆放纸盒竹篮等物品 避免其靠近高温起火 烧水做饭使用燃气灶时 人不要离开 更不要遗忘正在进行的烹煮 防止熄灭火焰导致煤气泄漏 要时常使用燃气开关阀门 能保持阀门开关的灵活好用 避免生锈老化 燃气设施要定期养护 燃气灶表面的油垢 液化气钢瓶的瓶身 阀门 胶管都要及时清洗 防止遇到明火油垢加注火势 也有助于延长使用寿命 本台报道